看起來中國的內需股在這個回合當中 它並沒有隨著科技股的下跌 逆勢上漲 所以人民幣的貶值的過程當中 中國股市如果從高檔回來大概有15% 但是整體來看它有很多個股在創新高 我們怎麼看在美中貿易戰下的中國股市 我認為我個人的觀點認為 從收集 不斷的收集 中國最近的這些資料去看它 完全不能束縛掉 它在2018年年底13兆美金的GDP實力的內容 我認為中國股票市場 現在我覺得上漲的距離90%以上 而且會不斷的繼續往上走 我的理由非常簡單 我下面三點跟大家報告 我想第一點就是 這一次中美貿易戰的開打 從2018年以來到現在為止 我們會發現 其實川普在下重拳 中國根本不必害怕 根本不會害怕 反而川普會害怕 原因在哪裡 中國今天從美國進口 只有兩項主力的產品 一個是農業產品 一個是能源產品 這些東西都能找到替代品 可是 美國和中國買進的東西 都是3C的產品 去躲 這些東西牽涉到製造的供應鏈 它這個製造供應鏈的轉移 會一年兩年沒辦法成其功 那你兩年能轉移以後 轉移的地區 如果配套的基礎設施不夠 出來的產品的瑕疵性會非常的高 所以這個戰爭非常清楚 第一點就是 川普 他的不利點越來越大 對中國來講 你越偷人 對他來講 他越強 所以我想第一點 這個部分 我認為是 中國先天性 他跟你美國買的東西 大部分都是農業跟能源產品 它替代性其實是可以出來的 你美國沒有替代性 我想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MFCI 我認為在文明進化的過程裡面 歐洲已經 不需要做太大的注意 如果用人類文明進化的 角度去思考 再切入產業來看的話 美國跟歐洲裡面的注意程度 應該要下降 從亞洲跟非洲 這個文明的結起 應該要主要是人口 非洲現在 13億的人口 包括40年 會到40、30億的人口 所以台商一部分優秀的人才 現在 多意不解往兩個地方 一個是以色列去看它的 Kibizu Kibizu就是 1948年 以色列建國 猜太人回到 以色列以後 在全球 在全以色列的每一個地方 建立了所謂的人民公司 或農場 請今天收看 看老闆看世界的這些觀眾 你去查 這個字已經變英文 是西伯來文 Kibbutv 這個農場現在 延伸下面已經變成一個空 同時現在以色列要有270個 這下面有機器人的公司 有5G最先進的技術 有汽車自動化的內容 有3C消費電子精緻的技術 有農業生技 所以它這樣的內容裡面是 我們看到重心在轉移內容裡面的 第一個地方 台商的金裝要被人去取進 大家開的汽車都是12V的 那12V的就是12V的電瓶 負責了整個汽車裡面電力的主軸 可是現在要智能化 要互聯網 要自動化 要AI駕駛 像這樣的內容 12V的電 它已經沒有辦法了 所以48V的這樣子的 電源系統的導入 經過正式的 BMW 賓士 福斯 寶石姐 跟奧迪 這5大車廠的共同協議 決定推動48V的 跟12V先並行 那現在48V的滲透力 還不到15% 所以12V的還繼續有盛行 可是這個機構如果導入 現在滲透力還不到15% 你會發現 這裡面包括導線架 這裡面包括整流二極體 這裡面包括散熱 這裡面包括封裝技術 幾乎全部你都要瞬間能承受 大電流1000V以上 電流在車子裡面的轉動